大家好 今天9月1日星期四 是9月份第一个交易天 说真的 股市开局真的不太理想 因为市场相对比较反复 先看看指数 今早指数先低于193点 到19761点 之后有少少的后秋 一度见过19839点 但没有发指再推进 因为买盘真的不足 加上零碎的沽压又渗渗渗渗渗 结果市况在反复当中 直至到下午3点左右 已经一度低见19537点 相对昨天的收市来说 是跌了417点 从走势方面来说 由于今天只是第一个交易天 很难跟大家说大市到底是先高还是先低 但可以这样作初步分析 明天的指数只要不再高于19839点 或者稍稍最低于今天暂时的低位 19537 就会形成一个先高而后低 因为每个月的先高后低或先低后高 我们先找了一个月的低位或高位 怎样找呢 假设像今天一万九千八百三十九点 落到暂时的一万九千五百三十七 只要不再高于19839 暂时这个便是高位 好了 一拿到高位便很计算 因为一个月的高低位 一般来说 不会同时出现在几个交易天之内 方者 小极都是一千点的波幅 好像8月份是一千零九十四点 你减一千点下去 今个月的低位最低位到哪里 就已经知道了 既然是这样的 任何短炒的 大家要看位来做事 譬如这样去到一万九千五座的水平 好像昨天这样跌了几百点 但没得炒 因为后续的市仍然是先高后低 你最有限会试一试 一万九个头 问题就来了 当我指数如果进一步受压的话 是会跌穿一个小箱底 这个小箱底暂时来说 就是今年五月十日的低位 一万九千一百七十八点 还有上个月二十四日的低位 一万九千一百八十九点 技术上这个小小的小箱底 虽然不能够确认 因为恒生指数暂时来说 始终反复大远 但严格来说都未突破中间的警示位 这个小箱底怎能够确认 但在图上这个真是一个小箱底 那我们就拿来参考 一旦跌穿了这个技术上的小箱底 下个防守性据点就要退守到这里了 今年全年的低位 3月15日的一万八千二百三十五点 这里大家真的要留意了 因为一旦跌穿了就代表 由二万五千零五十二月十日的低位 的高位开始的下跌 是出现一浪低于一浪的形态 后续来说的市是会跌深一点的 这个大家一定要留意 其实我应该讲过给大家听 今年暂时最高的指数 是二月十日的二万五千零五十 今年暂时最低的指数 就是3月15日的一万八千二百三十五点 一年的高低位一般来说 不应该同时出现在五个星期之内 况且整年的波幅只有六千八百一十五点 是很小的 去年的波幅全年跌了八千五百十八点 2020年全年的波幅跌了八千零三十五点 就是说今年最低限度 都有八百到一千点的波幅 你不是向上指边就向下的 有没有发觉到 今天我没有提到十天和二十天线 因为太多网友说 我常常说十天和二十天线 所以我暂时不讲了 总之说我大肆的走势 十天和二十天线 移动线的报告 本来可以作一个参谋的分析 但既然这么多人反对 我就暂时不提了 那便值得大家要求我再讲了 总的来说 尽量保留现金 如果你说真的要炒作 都是细住的 安全带一定要扣紧 这个是有时间讲的 大家就算不喜欢我 我常常说 西西区买下去 都没办法 你试着重锤买下去 输的是你自己的 大家好 今天是九月一号 星期四是九月份第一个交易天 股市的表现相当反复 我们先看看指数 早段韩正指数先低开193点到19761点 曾经一度轻轻反弹到19839点 可是没有办法再推进 买盘不足 而且固压也开始一点一点的出现 结果到下午 指数曾经一度是低限19537点 相对昨天收拾来说 这分钟指数是回调417点 当然基础上来说 也轻轻的调圈10天跟20天线 其实一直以来 指数都是反复在10跟20天线之间 说真的 就算是轻轻的突破 也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成交金也好像还是不太足够 反而要是指数是走在10跟20天线以下 大家就要小心 因为再往下看就是一个小的双底 这个小的双底是5月10号的低位 19178点 跟8月24号的低位19189点 当然这个小双底一旦是守的话 再往下看另外一个防守的据点 就要退守到今年3月15号的低位 18235点 这个也是今年暂时的低位 有没有更低的指数给我们看到 我们暂时不谈 反而现在要关注的就是 9月份股市的表现到底会是怎么样 因为今天才不会是9月份第一个交易店 很难跟大家说 这个月份的走势是先高还是先低 当然要是明天指数在经济部往下 创了这个月的低位 从基础上来看就会出现一个先高后低 暂时9月份的高位就是今早的19,839点 这个比较关键 因为只要先高后低的走势出现 而这个月的波幅不要多 一千到一千五百点好不好 指数已经会跌全一万九千点了 因为每一个月一定有一千多点的波幅 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现在 指数仍然走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下 从股份的走势方面来看 暂时看不到股市有什么大的动作出现 就像传统难筹大部分是整股而带圆 新经济股份嘛 其实腾芯今早本来是好像是不错 可是没有怎么样大幅上升的条件 因为大股东还是每天三到五个percent的成交经验 算起来在不断的估货 另外阿里巴巴相对来说已经不错了 能够回升到九十块钱以上 可是要怎么样大幅度拉上去 我觉得暂时还欠了一个动力 美团更不用说 因为大股东腾芯可能还是会出售 手楼上部分也可能出售全部的股份 变成来说美团的未来的股价的压力 还是蛮大的 现在看起来 这三者主要的含山水素成分股表现 仿佛而带圆的话 对整个股市当然会做出比较负面的影响 因为传统难筹方面像汇宏 像中工建这三者利盈股 还有平保还有相关交易所 暂时看不到有什么样大声的条件 当然九十要进移动还是比较稳定 毕竟它的股市真的是不错有巴黎 而且派送的利息也不少 可是就算是这样子 股价暂时来说也欠了一个往上走的动力 总的来说 主要南筹暂时反复而带圆 对整个股市一定会做出负面的影响 那还是那一句 尽量保留相经 我觉得是最好的 要是说想做一些短线的炒卖 一点点资金投放进去 问题当然不大 还有一点就是风险管理一定要做 好了 下午分析就说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的飞没有 基本上就能参照 的人 请不吝点赞 有 philosophers 我让你参照 我们